这就是台南人的韧性与温暖 而继续呢 台南饮食文化也充满着在地的特色 像是到台南旧街商圈 整路边摊起家的鱼汤店 老涛就形容这是在地版的早午餐 龙胆时班选用港区直送 加入了姜思 现点现煮一碗乳白色鱼汤 内行的吃法还会搭配怀旧瓜仔肉饭 台南人说起来有一套专属吃的哲学 举例像是把习服概念入菜了 原本长不大的废弃小西瓜 经过天然腌渍 变成特有的酱菜西瓜棉 说这样搭配鲜鱼汤 吃起来更加的体味 而这家老字号的小吃 最近因为外形改装 所以变成时髦IG打卡热点 而主厨人称王妈妈的王卉卉 就深深以台南文化而自豪 她在自家二楼收藏了有四百多件 台湾传统家具 说希望让更多人 可以认识自己深耕立命的地方 清晨从安平港采买的龙胆石斑 早晃九点钟已经封在碎冰里 等肉动到紧实切片成型 那我比较喜欢给客人吃 比较大片一点的 刀起刀落拿捏好力道 避免过度揉压破坏鱼肉 龙胆石斑被片成手掌大 纹理间隔宽笔指腹 花嫩豆腐加入豆泡 味噌鱼汤 暖醒一早的胃 整碗的精髓来自乳白色的高汤 以鱼大骨 蔬果每日熬制 客人点菜鱼肉才下锅 一锅只煮一碗 是老板的坚持 另外一锅则是加入黄绿色的秘密武器 他们就是为了要保留一颗 又甜又大的西瓜 它必须要舍掉一些NG的 习虎的龙人 他就会把它带回家 把它用自己最天然的方式 做花效保存 瓜果开花后 农民进行蔬果 本该气质的小西瓜 腌制成美味酱菜 是台南特有妈妈味 只要鱼不新鲜就不会有人要吃了 别个地方也做不出来 我也觉得很好吃 像这种 我最喜欢的这西瓜米汤 我觉得别个地方做不出这种口感 以前我不太喝鱼汤 是我来到这间店 我来开始喝鱼汤的 现在是吃很少的饭 要吃很多的菜跟汤 从南部地区到北部的 甚至于到国外的 回来吃到这个 他们会非常惊讶 因为他们已经差一点 就忘了有这样子的味道 来自台南江军乡的老板 其实年轻是做扭扣贸易 提着公事包跑遍许多国家 行定靠海的家里姑娘 然而鼎夏从1999年 创立的鱼汤店 把招牌鱼汤和现场 切鱼秀发扬光大 贫穷的海边沿岸 沿海地区 它有它自己的饮食文化 那这些文化 令我们一直怀念它 那我希望这些味道 可以流传下来 像是紫色的杂粮饭 铺上手工拌炒的 虱目鱼腑 就延续阿嬷的鱼温古早味 这是杂粮挂仔肉饭 这是凉拌猪肝 那这边有餐具 父亲俩对在地生活的热情 不只展现在饮食餐桌 来到二楼满屋子收藏 不可思议 竟然有近400座 正途台湾家具 展现不同时期的菜厨特色 它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 吃刷冰 吃冰的柜子 然后老板会掀开莲子 去取冰品 台湾早期没有垫冰箱 木制冰柜 就成了刷冰店的得力助手 过去才有的擦鞋铜工具箱 因为老板娘一见如故 也被带回家珍藏 那比如这一件就是 我们台南特有的工艺 那它叫做鸡丹一叶柳 本体它是小栏木 那这一块是鸡丹的木头 老的鸡丹木头 然后这些花纹是 预画好了雕刻完了 然后再另外雕刻这个石柳木 颜色淡的这个石柳木 然后再把它砍进去 它里面的手工 跟它的那个 都看得到它那个 古时候那种 纯手工的机器 留下的那种痕迹 那老板也是把它看成 它最钟爱的一个宝物 对 那希望也可以把这些文化跟工艺 保留下来 你看看它的门是可以把它拆下来 用来收藏东北的百年福山橱柜 透过矿物彩绘工艺 刻画出桃园三姐艺的故事 珍藏四百多件木制老家具 它阿萨里免费借给零百货展出 附近岸的热情也感染孩子们耳濡目燃 巷子里的这间店 被日本观光客 封为台南第一位 原来也是王惠惠 好手艺的开枝散叶 火虾肉也是 还有我们都饿了 因为这个锅子饱 大儿子把从小吃到大妈妈的节气料理 化为池塘克色 Alan是沐鱼对不对 有 面食的话是家 我们家的家常的鲜炖奶油 依照集系设计菜色 看起来随性 但背后却是蕴含家的记忆 因为小时候放学回家 妈妈煮什么 孩子就吃什么 有些他自己因为换新的菜单 所以他会自己再去跟我讨论 对对对 有啊 就是宵夜会去顶泡买香肠 把它煮泡面 那香肠煎煎都黑掉这样 对啊 以前念的是咨询工程 却因为在爸妈的店帮忙 触动了对午时文化的期待 就是要从爸妈那边学东西 其实你要说容易嘛 也会产生很多摩擦这些事情 对啊 然后应该是 就是世代交替的一些隔阂 儿子从厨艺门外汉 专研出自己的味道 王辉除了新味 对未来还有梦 老板 你现在在做新台湾 美食小吃文化的一个任务 怎么看 呃 是没那么伟大 不过这是我的心 那因为我希望 我们台湾本土 庶民的一些食材 让不只台湾人自己知道 还会希望他可以让世界都知道 特别过来 是不是